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查三年资料 近三年来你们的处罚才几件 航港局三年来才裁罚两件 海巡署呢 海巡署三年来也才移送两件 有没有漏网之鱼 如果没有漏网之鱼很好 他们都没有随便趴趴走 就是被我抓到漏网之鱼 你看看 这一艘船 华运12号 去年的11月1号晚上10点开始 到11月2号早上12点45 长达半天的时间 12个小时多的时间 他怎么样 他关闭了他的 所有的电子的监测资料 他关闭啦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一点看得到他的存在 到这一点看得到他的存在 中间他在哪里你就不知道了 来 再来看 2004年11月8号 11月3号到11月8号的这段时间 这算不算我们的内水 从高雄走到安平啊 结果有没有处罚 有没有申请 没有申请你们也没有处罚 你们现在完全违法的情况 管理能力就这么差 管理就这么松散 你还敢说一年400烧 你们全部准备好了 准备个鬼哦 这个是出入禁限制海域 如果违规 你们只是得令其改正 然后得予以废止许可 你看你们的13条 你们送进来都是得 如果他违反 你们所规定 要他做的是 你们用得 你们只是得 连弄个音都不敢 不敢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